今年虽然说是暖冬 但是气候温差大 长辈们的保暖工作 一样是很重要 而华山基金会 就特别动员了各地志工 一起编织毛帽做爱心 希望在送出年菜的同时 也能够送给老人家一顶帽子 预计台中地区 就需要两千两百顶 所以说现在志工妈妈们 是每天赶工 希望让独居长者 可以温暖过冬 志工妈妈们聚集在一起 努力编织毛帽 双手不停歇 为了帮助独居老人 过个温暖的冬天 在华山基金会的号召下 仁爱国小的志工妈妈们 立即响应活动 20位志工轮班编织毛帽 希望赶在农历年前完成 就是把爱心推广出去 不是只有服务我们学校的学生而已 希望可以包括外面一些 一些单位老人们 因为现在冬天到了 虽然今年冬天不太冷 可是老年假应该还是觉得很冷 还是说给他们一些温暖爱心 说真的我没有拿过勾针跟棒针 但是我们里面妈妈很多都很厉害 都是高手 那我就想说我问看看 结果问了之后发现到很多人响应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很好 因为其实大家一起做善事做好事 有些志工妈妈从没有打过毛线 为了响应活动从头开始学编织 毛帽造型较平面的围巾更难 稍有食物还可能变成麻花卷 更让人感动的是 志工们不仅付出时间 就连编织用品也是自掏腰包 这一次来讲 因为我们基金会的经费还是有限 所以在材料的部分是我们自备的 那在轮针还有棒针这些来讲 我们没有额外的经费去购置 所以这些妈妈就愿意就是自掏腰包 来购置这些工具来织毛线这样子 我们这次的目标 大台中地区是预计是2200顶 这个数字是还蛮挑战的 因为就是我们的志工妈妈讲说 我不吃不喝 一顶我要织七八个小时 基金会预计台中地区共需要2200顶 要在农历年前完成压力不小 基金会欢迎更多爱心的志工加入 让独居长者们能过个温暖的冬天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